一位教会的姊妹 最近分享了她读《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第27章的《灵修心得》 特别是读到第25节 那里保罗说 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怎样成就 这位姊妹,她说到前一段时间 她查出了身体有些问题 在等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四天里 她找了很多主内的弟兄姊妹 来祷告 内心地期待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检查结果出来了 是很差,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她也忍不住在想 为什么要祈祷了? 都会是这样的呢? 难道是因为我不配 我犯了罪 又或者是祷告根本没用? 她有很多这些负面的想法 她发现这些想法 令人会觉得内疚,奋恨,甚至绝望 对自己或者家人都没有益处 于是她就重新地在神的面前禁食 安静,请求神掌管 无论神给自己经历什么事情 只求神帮助她 不要让自己超过可以承受的 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心里的恐惧,稳恨,甚至怀疑 都慢慢地减少,甚至消失了 她完全经历到神所赐 出乎意外的平安 虽然结果没有改变 环境也没有改变 但是,神的应许是真实的 她给儿女的,一定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现在,她不单止情绪没有崩溃 没有抱怨,还有能力去安慰其他人 因为,她很清楚神与她同在 于是,这位姐妹就说 就好像保罗所见证的 如今我更信神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怎样成就 虽然,神未成就她的祷告 但是,她仍然相信神的应许 神不会让她超过她可以所承受的 不知道你听到这位姐妹的经历 又有什么感受呢?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于爱恋 欢迎你收听爱说两分钟 我们十分期待你的回应 请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发电邮到 52mtalkatgmail.com 是52mtalkatgmail.com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